喜歡負責還是習慣單純 我願盡力完成 你在我心中疾憤 難以形容的責任 一路到夏天的衛生 無所謂到過於激動 我們有笑容我們曾心動 不再是無動於衷 無條件為你不顧明天的安穩 為你變堅強相信你的眼神 不敢想不敢問 有一天壞的可能 無條件為你不顧明天的安穩 為你變堅強相信你的眼神 不敢想不敢問 有一天壞的可能 有一天壞的可能 無條件為你放棄單獨的旅程 為你堅強就不怕犧牲 我的靈魂 如此沸騰 為我愛的人 如今大嫂不在 徐凤卿病了 方景還小 喪事辦完 大哥得顧著藥鋪 家裏面一個女主人是不行的 我童兒奶奶得留下來處事 我來找你 我看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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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管家 童管家 把这盆花拿下去 换盆肃静一点的上来 白日之内 家里不准见到红花 是 你去告诉帐房 大奶奶生前 暗月在庙里上香油浅 如今一样赵捐 说是童家二奶奶给的 弟弟娘 小喜 弟弟娘 小喜 小喜 这你会见着我孩子 这 你有没有看见我孩子 童管家 这 你有没有见到小少爷 这我 我刚刚还抱在环里头 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怎么不见了呢 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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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您是要哪儿去了啊 小喜 小喜 弟娘 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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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上哪儿去了 上哪儿去了啊 我知道了 小喜 你说 我还能离开吗 好 妈呀 可得仔细点 老爷爱干净 一点脏都看不得 是 二奶奶 这是苏玲的房间 她不会怪我的 她会知道 我从来也不曾想取代过她 我要的 也只是希望 能够离你近些 二奶奶 不是让你去把老爷的背舞 枕头都拿过来吗 怎么 姨娘 姨娘 开门呢 许光请你开门呢 把门撞开 二奶奶 这不太好啊 怎么 你现在反而向着她了 记得吗 里边那人 可是逼得你老婆儿子 跳紧的凶手 那儿 我 你 只会 你 不 你 现在 要是 你 我 说 你 要是 你 抢 我 我 有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留住老爷 你没有疯 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你都听得懂 我的儿子呢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儿子 他刚刚还在呢 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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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 我看见了 就在后院井里头 我带你去找去 我不要 我不要去 我不要 我不要去 你怎么不跟我走呢 就在后院井里头 你跳下去就见着他了 走啊 我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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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抓他 放了还会知道怕 小喜 小喜你在哪里啊 行 既然真疯了 也不能再把你给留在家里了 我就去请大和 就要把你关到乡下去休养 找个人看着 你究竟要怎么样啊 风水轮流转 如今这句话 也轮到你徐凤琪说 多 多少次 以前多少次 是大嫂无奈地问着你 还要怎么样 多少次 你给我难看的时候 是我想问问你 还要怎么样 柳月债 还得快 现在是你说这句话 你要怎么样啊 你留不住他 也不该再留住他了 我的男人 他理所当然该留在我房里 在这个家里 我不该留 谁该留呢 他又没有别的女人 你身体不好 也不能够再照顾他了 让他到大嫂房里去住的 大家都省事 为什么要由你来决定 我和我男人的事 凭什么你做主 你不是疯了吗 我正好出来替你分忧解牢 你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放手 你还我儿子 奶奶 交给我吧 不用了 我这个来 老爷 老爷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 如今二奶奶他 家里的事什么都管 大小事无一不问 就让他管吧 反正家里 也没多少事好管 这 老爷 这外头的话 传得可难听着呢 我何尝不知道外头话传得难听啊 可是我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啊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 一个家要容慎起来 好难哪 要败下去 却是转眼间的事 说败也就败了 越想越怕 越觉得那法师说得有理 肯定是苏荣 在弥冥中指点我 乱了伦理 必昭天晴 一点也没错 老爷 既然如此 您 您还让二奶奶继续地 留在您身边吗 他就是要留在我身边 我能怎么办呢 我现在连他的面都不想见 我 我简直就是怕了他了 我见到他 我就想起天前二次 老爷 您是真的想跟他做个了断吗 自然是想 彻底地断个干净吗 这还用说吗 就怕断不干净 那倒不怕 只要老爷愿意 让他死刑也不难 人呢 仪娘已经不能按时进餐了 老爷呢 老爷交代了 往后都在铺子里用餐 喜少奶奶呢 不舒服啊 哪儿不舒服了 一会儿 这只顶便是 这只顶便是 你也有光着 错了 那是可怜 没人理 没人关心 才值得一个人 关在房里头吃饭 小景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回到佟家做少奶奶 要什么只管开口 有人伺候着 那徐凤琴人也糊涂了 他再也不能够欺负你了 你为什么还整天闷闷不乐呢 我要回守真堂 你 你喜欢自找罪受啊 守真堂那地方 那地方干净 干不干净不在眼前 在心 心干净 哪都干净 小婶婶 你说这话 多像小喜她爹啊 你忘了吗 当时她要给我们去守真堂的时候 不也是这么跟大家说的 这是多么虚伪的论调 为什么你实在也变得跟她一样了呢 我 你当时是好生气的 死一时 彼一时啊 这就是我不喜欢待在这里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好几副面孔 反反复复 变来变去 总有不同的说法 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呢 小姐 你不管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你只要记得 小婶婶总是一心向着你的 你变得最多 你是变了 还是忘了 你忘了 你只是二奶奶 你是善文书的寡妇 并不是童善群的妻子啊 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你看可行吗 行行行 这童家的美男友做不成的 只要童老爷他看上眼 我一定会 童老爷 王媒婆 你也太势力了吧 眼里头只有老爷吗 合着我们这些人 都只是奴才跑腿的 那算了 不劳烦你了 童爷 你别生气 我人笨 一张口就得罪人 来来来 你请坐 我是什么地方做错了 童爷 你就教教我呗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话我只说一次 你要是够机灵的 就给我牢牢地记住 是 是 老爷嘱咐我办这件事 就是信得过我 明着礼就是要我全权做主 通得了我这一关 我才往他那儿报去 你懂了吗 我懂了 我记住了 去办去啊 是 他不是才死了原配 就要再娶了吗 所以啦 他才不好主动出面 这才让他的管家来说 这个人啊 可真是良宝 老婆尸骨 未寒呢 他们这种大户人家 三七四戒也属平常 他已经不错了 总共才一戒一戒 如今正房死了 二姨娘生子也坏了 不能再生养 还说他啊 脑子也坏了 那是他活该 他们这种大户人家 能没儿子吗 当然啦 爹赶紧再娶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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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个儿子 那谁大 谁小啊 你还智强正在干什么呢 向来不都是小的得宠吗 到时候也教那个徐凤晴 尝尝苦头 你也别得意太早 得过了童守城那一关呢 不就是个管家呗 有这么重要吗 可重要的呢 那童守城啊 可是童老爷跟起了大红门 连儿子啊 都过给了童二奶奶 你想想看 这童家的奶奶们 死的死 寡的寡 疯的疯 就童守城的地位不摇动 处处逢圆 谁也动不了他 没点本事 行吗 行 我明白了 我见过你 有几回你来帮姨娘送衣服 这妹姑娘 手艺可巧的呢 手工啊 做得知细致 眼睛都痴迷 我在问她呢 是 我也没别的本事 多亏童家 照顾生意 我看她 照顾生意 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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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规矩的女人 是不做性帮男人针灸的 童家已经有个直呼的女人 进门了 不希望再有第二个 总希望能讨一个端庄正经的女人 是 是 童爷您交的事 妹姑娘她不懂事 自小到大 我只替我爹倒过酒 这儿个见童爷如见父兄 都说童爷为人处事 让人敬重 您若不嫌弃 以后就多教教我吧 来 阿妹敬童爷 倒是挺懂事的 童爷 那我就让妹姑娘 把八字拿来合一合咯 万一不合呢 八字嘛 人写的 童爷您精口一句 那还不是说合就合了吗 二奶奶 喜少奶奶和二姨娘的早饭 都送进房里去了吗 是 都放在他们房里了 老爷的早饭也已经送进去了 老爷接着 没上铺子里去 在房里呢 小姐 你 你提个包干什么 去庙里吗 十五刚过啊 我要回守真堂 回守真堂 回守真堂 你就是卖回那鬼地方 你天生就这么爱守吗 不许你娘看着我 我自认我温馨无愧 我是在替大奶奶 打理这个家 这就是责任 家里总要有个女主人呢 一大家子 吃喝穿用 哪样不要张罗 现在除了我 还有谁能来张罗 这一步 你都在这儿啊 是不是 又犯封闭了 我能不操心吗 你来做什么 王媒婆是来见老爷子的 她为什么要见老爷子啊 王媒婆 王 王媒婆 您是不是搞错了 这佟家丧事还不满百呢 往后佟家没有亲事好让你说的 你回去吧 二奶奶 王媒婆就是来给老爷子说亲事的 说谁的亲事 老爷 谁呀 同商城 大嫂尸骨未寒 你敢出这个主意 献老爷于不意 我 我哪敢呢 这么大的事 自然是老爷做得住啊 不许 谁做主都不许 我不准在任何女人进同家门 我不准的 二姨娘 这可是老爷子同意的 人都带过来要给老爷子看了 你 你 就是你 你这下三个骚铁铁铁 我吃了 一娘 你敢吵我 一娘 一娘 你敢吵我 一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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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吵我让你吵架 一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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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闹嚷嚷的干什么 童老爷救我 童老爷救我 你就是妹姑娘 我小娘 我大娘 你敢快出去 放肆 放肆 走着啊 放肆 又咪 少晨 先请妹姑娘进厅里 去歇着 我一会儿来 是 梅姑娘 请 去吧 童老爷 我的鞋 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 有一种暧昧的美满 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 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 童老爷 我的鞋 我的鞋 他给别的宁人提鲜 我敬他如天 我心疼他 照顾他 我了 他居然给别的宁人提鲜 我们回去吧 回到咱们守正堂里去 哪里才是我们的世界 那个寂寞 糟糕 没有指望的世界 为什么我就不能有点热闹的日子活过 这哪是热闹啊 这里根本就是复杂 每个人都在耍心机 斗心眼 今天来说美的那位妹姑娘 我是认得的 她是娘的采缝师傅 娘也一直把她当作朋友 可是你看 她现在要来家里爹了 要来侵占娘的位置 多可怕 这个地方 谁也不是谁永远的朋友 说翻脸 就翻脸了 你们快离开这儿 我好怕 我怕 万一有一天 我们两个也反目成仇了 你也跟我 我 我不会给你翻脸 我永远都不会 怎么样 最可怜的 就是一辈子相依为你 我愿意 小婶婶 我愿意的 我不会守珍堂 这里 留给他们去斗去 玉玲嫂 好好地招呼伺候着 老爷子可是很看重 这位客人的 是 知道了 搞什么 我的 我都打死了 你快把杀死你 把杀死我 把杀死我 把杀死你 把杀死我 他妈的 疯狂娘 你是真的疯了 不承问你 我死了 你在 我打死你的狗子 我打死你 你 够了 够了 你真的得失心疯了你 童主持 这事是你这种错误的对不对 是就是啊 反正你自己都这么认定 主持 你连主持都不如 当初你是怎么说的 凤姨娘 我跟着你 你好我就好 这现在的我 那现在你好不好呢 看看你现在这个德性 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 一天到晚鬼哭神嚎 装疯卖傻 你哭 哭能够把你那个死胎给哭活过来吗 看看你现在这个风样 你能够留得住老爷吗 我呸 我呸 我不是没有在你身上压过宝吗 是你自个儿不争气啊 这怪得了谁呢 所以 你现在把宝 压在那个烂女人的身上 我当她是个宝啊 依娘 何人到现在还没搞懂啊 我不压宝了 压宝啊 还得碰运气 压到你们这些壁食的身上 一翻两瞪眼 我跟着倒霉那多不上算 你爺我啊 现在自个做个宝 往里头送去 你当他是个烂货 我当他是个宝啊 他呀 是个又懂事 又听话的乖宝 是我手上的天酒牌 你错了 你以为谁都能由着你耍弄吗 等他进了洞房 他就把这狗脸摔过了墙 这到时候 徐凤勤 你左一身狗龙裁又一身狗龙裁的 你妈爽快了吧你 你为什么不自个去照照镜子 你现在已经失势 没有场面可以摆来 你还以为 没可能像你这么蠢吗 我没有九分把握 我敢把他送进洞房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趁早 对我恭敬一点 否则 我叫你们陪着我老婆 儿子做伴去 来 我自己给你 ภ� 你 把他送进洞房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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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死了 我抓到她 他会从这儿经过吗? 会的,会的,他常从这里经过 奇怪了,金人哥怎么还没来呢? 这人心事有这么难说吗? 这就怪了,那天明明在同家里 大家都蛮热络的嘛 怎么一下子就忍下来了 接着几天也没讯息 妹姑娘,是不是那一天 你说了不得体的话,得罪了童老爷了 没有啊,那我看啊 问题不在童老爷,在童总管 是他有别的想法 美姑娘 来了,来了 童总管 童老爷总管 王媒婆啊 可真巧啊 是啊 我跟妹姑娘 正巧在那儿喝茶呢 好兴致啊 你们慢慢喝啊 不 佟总管 就一块来吧 不 不打搅了 你们继续 我还有事呢 佟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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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人眼前不打暗语 这门亲事 是成 是不成 佟总管 您 不成 为什么不成 是佟老爷 对妹姑娘 老爷倒是没什么意见 那 那到底是 佟妈妈 你不是还有别的事吗 我 你有事就先走啊 别耽误了 对对对 我还有事呢 佟总管 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成不成阿妹都进您如父兄 这进不了佟家的门 做不成一家人 但是能跟佟爷您交个朋友 也是挺荣幸的 来 您请喝茶 佟爷 您答应过要教我的 我到底是哪儿不对了 美姑娘 既然你这么爽快 我就用不着拐弯了 老爷对你倒是挺满意的 他反正总是听我的 那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老爷信我 我当然得分外仔细喽 美姑娘 您的过去并不好看哦 一落的地就客死了亲娘 十二岁那一年 带着弟弟到河边玩 她溺死了 你却活了下来 十五岁死了爹 十七岁嫁给了大户做田房 沉浸的那天一场大火 全都骚光了 又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您打听的倒是挺详细的 还有什么是您不知道的呢 我刚好有个打从北方来的朋友 刚好他就知道你啊 我以为远九他乡 离乡背景就没有人会知道 其实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其他人还真不知道 连王媒婆都不知道啊 这么说 连佟老爷也不知道吗 我还没告诉他 那可不可以不告诉他 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 有一种暧昧的美满 那可不可以不告诉他 可以吗 要不说也可以啊 就看我自己心里面过不过得去罢 佟总管 佟总管 佟家近来出了很多事 气数不对犯煞 要是再取个行客重的进门 这往后出了什么事怪罪得下来 谁担待得起啊 我的过去只有您知道 您若肯包容 就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八字印啊 佟爷您就帮帮我吧 我一个弱女子又亲不靠 又没有一个家 这 我童守城是最爱与人为善了 只要能帮的我都会帮 只是你们这些女人啊 看似柔弱 其实一个个比谁都精瓜呀 就拿那个徐凤琴来说吧 难道我没帮过她吗 但事成了之后 她却把我当条狗一样的处处的让我难堪呢 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 您千万别拿我跟徐凤琴比呀 别说我敬您无父兄了 我的八字都还在您手上了 我敢与您为难吗 再看看吧 这可是一件大事 我得仔细地琢磨琢磨 小婶婶 别再看了 大男孩走了 二姨娘也等于疯了 这儿 没什么好再留恋了 都想说出心里面那句自私的话 这么多年来 不就在等这一刻吗 大嫂嫂了 徐凤琴失宠了 该是我和其真抬头见天日了吧 老天爷不上脸 没有我的剧 小婶婶 二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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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急吗 这不就要走了吗 怎么 你还非得亲自押着我们上车不成 两位奶奶误会了 我哪敢催你们上路啊 是老爷子有请二奶奶 他敢找我 老爷子有事找二奶奶商议呢 你先去 我就来 来 姑娘吃一口 姑娘 吃一点嘛 来 姑娘 你们这些烧蹄子 没人好心眼 姑娘 你住我的饭了 你住我的男人 看 还打老爷子的主意 你为你给我滚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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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金桶家不准人家都给你老八子 是母的 统统不准进桶家门 不准进 我 徐凤琴 就有手在这了 一天十二个时辰 我坐着不动 我看哪个骚蹄子 赶进桶家门 我改变了 我改变了 大哥 大哥有事要与我商量 你这都没关系 不是 玉玲 小翠 玉玲子 你都会带来都不得走 等会在家里都是个磨海 你个磨类狗 你敢敢来摇摇一抱 大哥 在这种情况下 我绝不会欺你于不顾的 你放心 这家可以兴起来的 该回来的都回来 人多气才旺 童庆要是再回来 你也别再骂他了 童家没儿子是定数 就把童庆当儿子养 也差不到哪儿去啊 这徐凤琴 外头没娘家 也不能把他赶出去 就留下吧 也不多他这口饭呢 就是别再刺激他 这童手成出的什么鬼主 这个节骨眼 弄个什么媒婆来说清 这不是叫人笑话吗 老爷 老爷 人来了 老爷 二奶奶 还嫌老爷不够心烦吗 查账这种芝麻小事找老爷干什么 都带来了吗 都带来了 你那房的产业就在那儿了 你那房的产业就在那儿了 二奶奶请过目 没规矩 还劳烦二奶奶查账吗 自然是你一笔一笔的报给二奶奶了 是 查什么账啊 不是查账 是报二爷的产业 好端端的 报产业做什么 陈主上林水麦田二十亩已放租 陈主上波边旱地一十五亩已放租 陈主上三临二十强 账 怎么没人回到我 好端端的报产业做什么 带着你的产业离开童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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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 大哥 二奶奶 大哥 大哥 我不要分家 你不能赶我出去 我不要 你不能赶我走 我是要生白风了 波奶奶 我是已经走秦日里要替童家手牌坊的 你需要我的不是吗 我答应过你 我 我 我一定会做到的 你让我留下来 你让我留下来 我求求你 你不要赶我走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对我这么恼心 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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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情分的 不是吗 小婶婶 小婶婶 你 为什么都要议了他 我什么都要议了他 都找她說的錯 小先生 八年了 我說這 相愛疾狂 我此次也許心中的期盼 有一種曖昧的晴朗 站在這城市某一端 寂寞和愛相浮予 只有三 我心中也許和你的情感 有一種曖昧的美滿 站在這城市某一端 寂寞和愛相浮予 去逃散